黑胶唱片是一种以唱片的形式记录声音的媒体 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77年 当时英国发明家特伦斯福特 发明了一种用于记录声音的唱片 从那时起 黑胶唱片就被用于记录声音 并且一直沿用至今 黑胶唱片是由一层薄薄的黑色塑料制成的 上面覆盖着一层铝箔纸 在唱片的中心有一个小孔 这个小孔就是用来安装唱片机的 唱片的表面刻有很多的 我们应该在阳光下灿烂 风雨中蹬跑 对自己说一声 昨天挺好 今天很好 这些小孔就是用来记录声音的 当唱片机播放唱片时 唱片上的纹路会被一根细小的金属细针所接触 这根细针会受到唱片上的纹路的震动而震动 从而把声音记录下来 此外 唱片的音质也取决于唱片机上的金属细针的质量 如果金属细针的质量不够好 那么唱片播放出来的声音就会变得很糟糕 甚至有可能会导致唱片的损坏 因此 在使用黑胶唱片时 一定要注意金属细针的质量 以保证唱片的音质 虽然黑胶唱片已经不再是主流的媒介 但它仍然是记录声音的一种重要的媒介 它的历史也可以追溯到19世纪 它的记录声音的方式也是一种经典的方式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